来自南方都市报播报 5月7号 广东省教育厅防控新型观众病毒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 印发了关于做好2020年春季学期中小学教育教学工作的通知 通知明确 因延期开学耽误的教学时间 可采取适当延后暑期放假时间的方式补偿 原则上 中小学各年级暑假开始时间不得晚于8月1号 秋季学期按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安排 中小学各年级法定节假日不调课 除高三年级周末可以安排一天调课外 其他年级周末不得调课 考虑到小学阶段零起点教学 各地学校可因地制宜 因校制宜 通过调整学科教学和综合实践活动安排 延后暑假放假时间 利用校内课后服务时间 每天增加一到两个课时等方式调整小学教学安排